一家旅行社星期一說 平壤當局禁止外國人參加預定在4月舉行的 每年一度的國際平壤馬拉松賽 理由是擔心致命的伊波拉病毒會蔓延 到目前為止 北韓並沒有報告發現有伊波拉病例 去年10月份 北韓開始禁止外國遊客入境 並對進入北韓的其他外國人 規定了嚴格的檢疫限制 包括外交官員和援助人員 總部設在北京的高麗旅行社的博立對傳媒說 他星期一上午接到有關禁止外國選手 參加國際平壤馬拉松賽的通知 博立說高麗旅行社本來預計將會接待 400多位參加這項賽事的外國人 博立表示高麗旅行社被告知 北韓當局將會在2月底宣布有關 防止伊波拉疫情蔓延的決定 中國旅行社會議員 博立 中國旅行社會議員 對